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 还有说你的用量 基本上一定会比较硬 吃这种东西 真的很多耶 大家好 我是小勇行医师女人的好朋友 欢迎收看可乐研究社 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 那我们今天的可乐诊疗室呢 我们邀请到了专业的 钥匙 我们欢迎 Bingo钥匙的李钥匙 哈啰 大家好 我是IG Bingo钥匙的李钥匙 人称鼠 你们也可以叫我鼠钥匙 老鼠的鼠吗 对 老鼠的鼠 所以您鼠鼠吗 没有 我鼠猪 好 我们这是一位 鼠猪的鼠钥匙 那我们今天要聊些什么呢 我们这里有有关几个威尔钢的用途说法 假设我没有信用的障碍 我吃威尔钢的话 我会遇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 还有说你的用量 基本上一定会比较硬 带皮的香蕉变成小黄瓜这种程度 差很多吗 就是还是会有变 本来带皮的香蕉已经蛮硬的了 对 可能有听过一个问题就是说 吃这种东西有可能会硬到停不下来 但这边可以先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可以先放心 除非说体质真的很特异 不然基本上你只要隔绝掉了性刺激 好 叫你女朋友不要碰啦 或者是说少想一些那些事情 小兄弟还是会慢慢平缓下来 好 所以只是会变得比较硬 对对对对 那会出不来吗 对会比较难射出来 比较难出不来 所以才会比较久 对 那如果说很困扰的话 我们就请我们的另一半先远离 那慢慢的就可以软了 这个是解救的方式大家要学起来 所以不会怎样吗 我等一下买来试试看 不建议嘛 还是不建议啦 因为其实他还是会带有一些副作用 我先讲一下我的partner 他的亲身实验下 他直接给我的体感 帮他声明一下 他没有性功能障碍 那这部分他给我的回忆就是说比较硬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难舍 还有会容易头晕 就是他会觉得隔天变得很容易累 那女生可以用威尔钢吗 大家有经过威尔柔啦 可是他跟威尔钢其实是不同一件事情 所以威尔钢一般是不会用在女生身上 因为网络上有听说一个说法 就是不易受孕的人 他只要把威尔钢塞到女生的孕的 阴道里面就可以增加受孕的机率 这是真的吗 我想应该是源自于有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大家有看到就是我们妇产科的一个大老前辈 那还有收到一个她的自身经历 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自身经历 有可能就是她也是听说的啦 身为不孕所苦的一个女性 然后她受到又是另外一位医师的建议 说你可以把威尔钢塞在阴道里面 帮助你受孕 那这位大老的一个解释说 就是因为威尔钢是有药理机制 就是增加血管新生 然后变得比较冲血 这个药理机制让她的子宫内膜变得比较增深增厚 那这边讲一下的确我们很多不孕症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磁基素不足的关系 导致我们的内膜过薄 所以她没有办法很好的着床 好所以的确如果你有办法让你的内膜增厚 薄变成比较厚的话 的确收音机率会增加 但是我这边会觉得威尔钢的药理机制 应该不是从我们的阴道粘膜吸收进去 就可以就是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子宫啦 对吧 她应该还是要 应该还是要进血医群的消化道吸收 对 她的吃法不要乱用 塞耳朵 塞鼻孔 什么舌下含着当那个喉糖 对 都不是 因为她的药理机制 每一个药的药理机制不同 不是每个都可以粘膜吸收 所以她应该是要吞下去 让我们的消化道吸收 阴道的粘膜能不能吸收 我这边还是质疑啦 所以不建议拿来当成一个 就是自己可能想要怀孕来增加受孕机率的方式 我想问一下药师 在药局会遇到 也有关女性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吗 药局女性性功能障碍 几乎没遇过啦 因为其实可能应该是我是男性的关系 大哥们会比较不避讳的 跟我说就是她的状况 而且基本上啊 女性性功能障碍跟男生比较不一样 男生大概多半都是太软啊 物举这些 这些就是比较会药物可以去解决的 可是女生的性功能障碍 包括比方说 阴道精卵啊疼痛啊 或者是太干 这些基本上都不是吃个药就可以解决的 都还是要到门诊去跟医生面对面讨论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我在药局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有印象的一个客人 就是有一个大哥他来跟我买 当然是凭处方前 我们要再次声明 就是处方用药 我也刚刚处方用药 对然后他来凭处方前购买的时候呢 他说他要去爬山 我心里其实想了一下 我想说平常啊大家这个借口都是说 我帮朋友买的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承认嘛 对不对 终于有一个多一点学理的一个客人来了 他就说我要爬山用的 那时候我就心里想 我说那大哥你爬什么山 开始滑 全部都是登山照 好我就真的相信他是会去爬山 可以有什么枕头山之类的 不是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今天你害羞啊 你要用什么理由去买这个威尔岗 只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威尔岗不只让你可以硬 也可以让你去登山 比较不会有高山镇这种状况 对对对 因为威尔岗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这个目的而 研发出来的 只是后来大家发现一些附加价值 对 所以就被用的更普遍一点点 教育出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是妇产科嘛 对不对 你在诊间会不会遇到一些女性患者 来跟你抱怨说 她的另一半可能不够硬的这种问题 其实啊 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另一半 台湾的女性真的是我觉得温良公俭让 我遇到的女性朋友都不是跟我说 我的另一半不够硬 都是说我好像不够紧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比方说雷射电波 或者是手术变紧一点 因为最近我的另一半好像就觉得比较不容易出来 然后是不是我太怂了 但是其实是同一个人 然后他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觉得很多的问题都是在 有可能我们另一半男性年纪慢慢大了 或者是工作压力大比较忙碌 其实就是越来越不够硬了 那我们也知道不够硬它的尺寸啊 就会没那么大 那相对的女生就会去担心说 是不是我自己太松了 对求诊而想要改变自己 所以刚刚这种药品 有没有什么服药小禁忌要特别注意的 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状况 包含说就是血压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有的人会比较容易头晕头痛 然后因此的心跳会比较快 有的人会胸部会开始不舒服啦 那比较特别的比较少听到 有的人会出现 看东西会有点颜色会有点变化 但通常隔一两天就没事 那这些可能也是有一些疾病 是原则上可能是不适合服用 就因为建议还是说经过医生的诊断 拿到处方签之后再去购买 因为医生帮你评断说 心血管的状况适不适合吃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记得要去门诊 我有这个需求 那医生才会帮你评估说 你原本的一些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 其他的身体疾病 适不适合再加上服用这个威尔冈 我想追加一个小故事 这个是有一天我们药局 这个特别忙碌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大哥进来 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 这时候只有一个公读生 孤零零的在旁边 那大哥就问这个公读生说 妹妹你帮我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那个犀利事 可是妹妹就是 其实公读生通常 不知道什么是犀利事嘛 她就对着我们这些药师们 大喊的医生说 药师 这啊不要找犀利事 然后全部药局的人都在笑 对啊太太怎么会不礼貌呢 对因为她不知道啊 哦对了对 好大家记得以后就是 都要小声一点有礼貌的问 有礼貌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 威尔冈的一些小知识就聊到这边 那大家就要记得有一些经济症 还有一些服用的方式 还有呢这是处方用药 记得一定要先去找医生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医药师 来到我们现场 解答了我们一定解答了 大家的很多的小疑问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向老贤医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